各位亲爱的家人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探讨道德经里面的智慧 把老祖宗的智慧珍宝呈现出来 来历人历己 今天跟下一节 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们没办法做很细腻的分析 但是我们会做很重要 很重点的核心的探讨 老子所讲的也都是 你要提纲切灵 掌握到那个重点核心 所以我们这两个小时 会针对教育方面 我们要掌握到什么样的核心本质 如果这个核心本质没有掌握住的话 那教育很容易变质 会变质 好 我们现在请大家看 道德经的十二章 这一章 经文并不长 但里面所讲的前面这一段 所提的几乎当今的社会 你处处可以看到 好 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大声的把这一章朗诵一遍 来 开始 五色 令人目盲 五音 令人耳聋 五味 令人口爽 持曾前列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过 令人心芒 是以圣人为虎 无为目 无惧以其事 好 这一章 你看 两千五百多年前 老子就这样的 苦口婆心 尊尊教诲的跟我们提醒 我们教育的重点要放在哪里 好 什么叫做为父 不为目 这个要读为或是为都可以了 为父 不为目 来 我们先从前面来看齐 老子就说了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这个在当今的社会 你处处可以看到 很多人一直在追逐各种的享受 感官 刺激 享受 而他的心灵却越来越烦炸 暴力越来越明显 慈成田略令人心发狂 这个慈成田略 因为人要追逐打猎的话 要追逐那些动物 你必须要很快 很凶 而且要狠 所以在无形之中 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凶狠 但在这里老子就提醒我们 这一种情况会让人心越来越野蛮 竭尽发狂 今天很多人会说 我们没有去打猎 今天也没有多少猎可以打 没有去打猎 但是要知道 今天全世界呈现出来的 比打猎更严重的另一种游戏 什么游戏 电玩游戏 那些电玩游戏有些是抑制的 有些是可以帮助健康抑制的 但是很多的电玩游戏是都是打打杀杀 大家有没有看过 很普遍的存在 所以我们的年轻辈 我们的下一代子孙 他们常常在电玩上不断的从小就在那里 打打打 那你看 这样他们渐渐长大之后 他们的心 常常会来到看不惯什么 就打人 伤人 好 我们现在来透过一些幻灯片继续来体会 这个水 湖水非常的清净 这是四川很有名的哪个地方 九寨沟 九寨沟这个地方 哇 它的湖水 非常的清净干净 当然政府也是 以最高的标准在保护它 所以里面没有商店 没有住家 也就是不能够有污染 如果有发现游客有污染的现象 丢垃圾的现象 那马上开罚单处罚 一发现检举就给你五百块的罚金 所以这样 透过这样的严格管理 所以让这里的湖水非常的清净 那个能见度十五公尺深的水深 都可以清澈看到湖底 这里是在告诉我们 大自然给我们原来的水 是干干净净的水 是清净没有污染的水 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大自然给我们的一切 最初都是很干净的 很清净的 但是你看 今天的河水 江水 已经严重的被污染了 已经严重的被污染了 我们的生态环境 也严重的被污染了 严重的被污染了 所以 这就是老子所讲的 声色 都会不断的 让人心越来越污染 也会让我们的整个环境 越来越污染 越破坏 像这里 就像不夜城 几乎晚上24小时 都是灯光通明 而且都是很凡法 众生在这里 吃喝玩乐 吃喝嫖赌 你看 这样的心灵 如果你在那个地方 你浸泡比较久之后 你的心 也会逐渐的被腐化 腐蚀掉 所以老子就跟我们讲 五色令人目盲 那些五光十色 你偶尔看看可以 惊奇一下 刺激一下 新鲜一下 可以 但如果你热衷于追逐 这一种外面感官的刺激享受 那你的心会逐渐的 越来越污染 而且也会越来越野蛮 越僵化 当然 内心也会越来越烦躁 越空虚 这个我们没有指涉什么 而是透过这样的幻灯片 让大家看到 现在很多的娱乐场所 都用很强烈的声光 来刺激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听的音乐 都要节奏又要快 然后那个刺激量 声量都要播得很强 有时候我听到一些年轻人 他们播放的那种音乐 有时候他们开车过来 靠近我们的时候 从车里面播放出来那种音乐 真的他打出来那种贝斯的声音 让整台车都震动 你看那种 蹦蹦蹦这样的那种声音 一直的这样刺激你 人的感官会不会麻木 我们的感官会逐渐的麻木掉 我们的感官麻木掉 就是我们的心越来越污浊 心灵的品质越来越下降 所以不是说 我赶新星赶潮流 然后我都是站在 那个流行的前端 那是错误的看法 这种导向会让人心越来越麻木 会让人心越来越烦躁 所以老祖宗就告诉我们 不要追逐那个外在的感官享受 如果你一直的重视各种声光 包括饮食方面 各种感官享受的话 真的我们会逐渐的麻木掉 这是在马来西亚 有学院请我们去吃 某个民族的特色的饭菜 当我到这里来 我会看到 整个各种饭跟菜 全部都是很多的调味料 他们的民族形成这样一种情况 这个不是马来人 这是另外一个民族 那他们的特征就是 饭菜里面处处都是咖喱 或是其他很强的那些调味料 几乎每一道菜都是这样 我看到这些 我是觉得 那他那些菜饭的原味 哪里去了 你能吃得到吗 吃不到 所吃的都是那些刺激物 调味料 像这种 你看 连汤出来 全部都是很浓的那些调味料 我觉得那饭菜的原味都没了 那你到底在吃什么 都只是吃一些强烈刺激的调味料 有些人很喜欢吃麻辣火锅 我看到那个麻辣火锅 那整个饭菜出来 或是面出来 全部都是麻辣油 我是觉得 那这样你能够吃到那些面 那些饭菜的原味吗 你只是吃到一些麻辣的味道 而且我们的感官会越来 越怎么样 越迟钝 越迟钝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饭菜 我觉得 真的 人类要返璞归真 但中 才能够知真味 常理 是真人 如果你用各种强刺激的调味料 那种真味都丧失了 如果你重视外表 重视外表 那你看不到 也看不懂 什么叫做真人 你会被外表所迷骗 所迷惑 所欺骗 所以这里是要让我们了解 老子就是希望我们 不要追逐于外表的感官享受 因为这是物质层次的 那这些物质层次呢 我们本身只要能够吃得饱 穿得软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而且你物质方面 你越单纯的话 你才能够拥有越高清静的心灵 所以后辈 十二章后辈就跟我们讲 真正的智慧者 他重点是 一方面他本身也会这样做 也会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重点要放在 为父不为母 我们的所作所为要来到 父就是让我们 心灵丰富 让我们有内涵 精神生活很富有 而不要重视那个外表 外表的装饰 还有各种的物质感官的享受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能够来到 为父不为母 当然包括说施政的人 在领导百姓也是一样 让百姓重视精神生活 让百姓重视内涵 而不是重视外表物质欲望 所以 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原来的水 大自然给我们的水 是这么的清净 大自然 我们从出生开始 我们拥有的心灵品质 是很高 很清净的 大自然给我们的空气 是非常的新鲜 没有污染的 可是人类不断地在追逐各种物质 欲望感官 刺激享受 结果呢 让我们的河川 让我们的海洋 逐渐地越来污染越严重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川 我们现在的海边 是这样 这是今年六月份 新加坡那边遭受严重的雾霾 几年来常常会这样 今年特别严重 那新加坡的雾霾哪里来 邻近的国家 印尼 常常有人焚烧 大面积的焚烧 那这些焚烧呢 所产生的空气的污染 让临近的国家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都严重受遭殃 所以要知道 这个地球 它是一个村落 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会影响到 我们的兄弟姐妹 你看这是在新加坡 遭受严重雾霾的情况之下 大白天变成为 好像晚上 这是严重雾霾 严重雾霾的情况之下 你看这个就是因为人类 被灌输错误的观念 我只要有钱赚 其他我管你那么多 很多的农民 为了省事 我放一把火 烧一烧 这样就很省事 但不知道 这背后所带来的 严重后果 副作用 这就是因为 人类被灌输错误的观念 没有正确的教育 让他了解 我们要爱护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要爱护 我们的地球 现在人类很欠缺 这方面的教育观念 整个教育观念 绝大多数都是朝向 金钱挂帅 这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 而是 现在是整个地球教育的 主流观念 这是偏差的 没有把教育的本质发挥出来 而让教育变成为 引领我们的后代子孙 一样 提早进入罗马竞技场 然后提早进入疯狂的竞争追逐 而且欠缺责任心 没有那种责任感 所以就变成 只要我有钱赚 其他人管他那么多 这是教育失败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教育的本质 真的教育就是要 来启发百姓 我们要有责任心 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 我们会继续再解析 你看这个汽车这么严重的排污 一辆汽车过去 很严重的排污 如果你有良心的话 你一定会停止开这辆车 设法改善 不是说不可以载东西 而是我们能不能来到 尽量不要制造污染 把污染程度尽量的减少 你看这个就是有些农民 印尼那边包括很多国家 农民为了便宜 为了他的所谓的便宜省市 然后农作物收了之后就烧东西 不然他们就是去用整下一大片的林地 然后为了省市 放一把火烧掉 他们认为这样很省市 他就可以得到土地 但不知道说这样的作为 对地球是非常严重的伤害 所以你看这是前几天 哈尔滨这边严重的雾霾 严重的雾霾 东北山省都遭受严重的雾霾 还停客 而且高速公路也都停止使用 因为雾霾也很严重 能见度还不到20公尺 这都是人类带来的污染 不是大自然 大自然给我们的新鲜的空气 新鲜的水 我们现在人类的追逐各种物质 享受感官享受欲望 结果牺牲了整个的地球的环保 牺牲了整个的生态 让我们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水污染越来越严重 从地上的污染到高空上 这是高空上的云 你都可以看到严重的污染 这是高空上的云 本来这些云 因为是都没有东西遮住 阳光直接照射 这些云本来应该是非常清净的白色的 这些云本来应该是洁白的云 但是我们看看高空上的云 都好像那些云是被混过泥土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从地面上的污染 已经贯穿到高空上都污染 这是一样 这些是你看 我是从飞机 这个飞机都是在高空上面飞 都是几千公尺上面的高空 所以下面这整个是云层 下面是整大片的云层 我们看看 这些云本来应该是洁净的白色 但是也是被人类的物质欲望 刺激享受污染环境 让我们高空的云也形成这么严重的污染 所以我们的地球已经严重的生病了 严重的生病是凶手是谁 凶手是谁 人类 地球上所有的植物 不会污染环境 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的所有动物 会不会污染环境 都不会污染环境的 只有人类 很奇怪 地球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但是人类却不懂得珍惜它 然后我们却不断地透过伤害地球 来追逐我们人类所要的各种成就 包括享受 而却建立在伤害我们的地球上面 这是因为人类的教育观念出了问题 教育导向出了大问题 所以这是在马来西亚那边 我们收集到他们那边也在倡导 要保护地球 要保护地球 所以老子就讲了 真正有智慧的人 真正的政治家 真正有高瞻远瞩的人 他们本身会这样做 而且也会引导百姓 也会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要重视内涵 重视精神生活 为父不为母 重点要放在 让我们有内涵 有智慧 重视精神 所以 一个人如果越重视内涵 越重视精神生活层次的话 他外面的物质的需求量 就会大大减少 比如说 如果一个人 他内心空虚 他苦闷 然后他要追逐各种物质欲望享受 国内就有一位很有名的农业专家 他就说 如果一个人 一家三口 能够知足 的话 只要三四母地 或是四母地 就可以让一家三口过得很好 很安定 很幸福的生活了 如果人不知足 不知足 追求各种物质欲望 享受 要去跟别人比什么 比什么 比名牌 比豪法 那这样 你再增加十倍的供应量 五十亩地的供应量 生产出来的那些资源来供应它 也不够它的所需 这就是这样 不是说人类会缺粮会断粮 不是啊 是很多的资源被浪费掉了 而这种浪费 是因为人心的空虚 它讲求各种刺激 感官的刺激 各种享受 所以老子就跟我们讲 我们要重视精神生活 重视内涵 人要基本上 能够吃得饱 穿得软 没问题 地球绝对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供应地球上 所有人类的 基本上的 吃得饱 穿得软 有地方住 这个基本都没问题 只在于我们把资源 有没有分配 平均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变成让少数人 去掠夺更多的资源 而让更多人 缺少资源 所以社会就形成不公 冲突 对立 所以老子就 尊尊教诲 告诉我们 要重视精神生活 要重视内涵 这样 这个社会 才会越来越好 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 重点要在这方面 而并不是说 让你们 扯紧腰带 然后吃不饱 穿不软 不是这样 包括 餵父 不餵母 餵父 基本的 三餐 基本的物质方面 那都没问题 生活安定 然后又重视精神生活 他就不会有过多不必要的那些消耗 这样的话 我们的地球 我们整个生态 就会越来越好 而且人的心 人心才会越来越净化 越提升 越提升 这个社会 才会充满着祥和温馨 而不是不断地在那里竞争 不是这样 好 所以这是在马来西亚那边 有人 我们搜集到这方面的资料 一样 有很多的有心知识 他们 提倡 大家要重视 净化心灵 这就是老子所讲的 胃腹 我们要重视 内涵 精神生活 弱使环保 如果人类没有觉醒起来 没有从教育方面去改变这些观念的话 那真的 我们看右边的描述 人类会自我毁灭 人类现在的很多的作为 没有高瞻远瞩 只看短暂的利益 而没有考量到 这样的作为会带来后面的多大的副作用 所以这是有心知识 他们提出 我们真的要重新来省思 调整脚步 地球 现在 在人类 这一代人类的经营之下 到底我们要教给我们后代子孙 什么样的地球 在于我们这一代 能不能觉醒过来 能不能改变对待地球的心态 也就是地球的未来命运 在于我们现在这一代人的手中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下一代 爱护地球 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位学员 他本身他以前 他是从事于高科技方面的一些仪器的买卖 国际贸易 高科技方面的买卖 所以他接触到很多高科技方面的那些学者专家 当他越接触之后 他收集也得到更多的讯息 那些真的有良心的那些科技学者专家 都会跟他们讲 人类如果没有改变我们对待地球的态度 人类的教育观念如果没有改变过来的话 那这个地球再使用不到一百年就没办法再用了 这个地球他得到了那个讯息 因为很多那些高端的科技人士 也都是这样一种担忧 他们认为人类如果教育观念没有改变的话 那我们继续这样的蹂躏伤害地球 这个地球再使用不到一百年就没办法用了 资源会被耗尽 而且更严重的是制造更多的污染 更多的伤害 后面会有带来很多的副作用 而这一种很危险的 会形成那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式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觉醒 这十年内我们没有觉醒过来去改变的话 十年后可能地球就会进入不可逆转的情况 所以这位他本身他以前从事国际贸易也赚不少钱 但是当他了解这方面之后 他觉得我不能再去追逐个人的各种成就了 我要从事教育 所以后来他就选择到大学里面去从事教学方面 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觉得这样才能够唤醒更多人 唤醒更多人来重视我们的心灵 重视地球 重视环保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教育的本质有几个重点 我们要掌握住 掌握住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子孙 让他们能够拥有清净的心灵 有清净的心灵 才会有干净的环境 我们要给子孙绿水青山 比留下家财万贯更重要 这是我在游长江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标语 所以教育是要让我们 清净的心灵 能够继续维护 如果这个人他拥有清净的心灵 我们要让他继续维护 小孩子的心灵 绝大多数都是很清净的 所以我们教育 第一个就是 让小孩子的心灵不要受污染 不要用大人的那种名利心 来污染小孩子 你看水本来就是这么干净清净 那这些肮脏污浊的水 那是后天人类污染的 小孩子也是一样 小孩子他本身 他的心是很清净的 小孩子的心就像这些清净的水 但是给我们的 最初的都是很干净 很清净的 所以教育在于 重点在于明明德 大学里面孔子就讲 教育重点在于明明德 在亲民在子于至善 明明德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了解我们每个人 都有清清净净的明德 也就是非常清净的心灵 这种清净的心灵 它不会去伤害别人 不会去污染环境 内心它是很快乐 很自在 再来进一步 我们要把我们清净的明德 彰显出来 来利益一切终生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重点 我们在教育方面 对待我们的下一辈 对待我们的晚辈 下一代我们也懂得 要让小孩子 维护他清净的心灵 维护清净的心灵 比什么都更重要 不要用大人的那种 灵力心来引导他们 大人很多观念的那种 灵力伪前导 这样会让小孩子的心灵 逐渐的被污染 我们是要积极 但是不要把小孩子 送入那个罗马竞技场里面 从小就在那里 跟人家争啊 抢啊 如果活在一种竞争的 世界里面的话 那这个小孩子 他的心会 清净的心会逐渐的污染 高等的心灵会逐渐的降低 降低 而变成越来越现实 越野蛮 老子就讲 这样的教育方式 民心越污染 社会就越混乱 越不容易自理 所以老子不是反对 不是反对众生有智慧 很多人错误认为说 老子要我们愚民政策 不要有智慧 绝对不是 老子是在希望我们 不要学那些 四字变充 不要让我们被那些灵力所腐蚀 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 回到那种清清静静的心灵 来 三十八章这里 道德经三十八章这里 来 把这四句 大家大声朗诵一遍 开始 师道而后人 师人而后义 师弟而后义 好 请大家看看 这四句里面 我用红色标出来的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 这就是老子他观察到宇宙 众生的心灵品质的层次 这是他看到的实相 然后他跟我们讲 最高的心灵 最清静的心灵 就是处在道的阶段 这样的心灵 就像我们前面有看到 那个酒在沟的水 是没有污染的水 就是那么样的清澈 那么样的清静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没有污染的那种 清静的道的情况 道的这种层次的心灵 就是那种没有污染的 清静的水 大家这样可以体会理解吗 可以 好 再来污染污染的层次 老子也把它做一些规划 所以老子讲了 师道而后德 师德而后仁 师仁而后义 师义而后离 所以老子希望 我们不是在支流末节上面 在那里修 修 修 因为那个会修得很辛苦 而且很多也会变成修的 会呈现变成表面功夫 会形成那种表里又不一 内心在挣扎 老子希望我们 最好 最快 包括社会 要真正的和谐 而且民心要真正的祥和 最好就是设法 引导百姓 教育百姓 回到道的世界 这个道的世界 这是一个比喻 就像刚才让大家可以看到 道的世界就是最纯净的那个心灵 没有污染的水 所以老子把那种最纯净的心灵 就是道的心灵 道心 道的世界 这样可以体会吗 老子就是希望我们要回到 恢复到这样的道的世界 你只要恢复到这样道的世界 其他都好办 你恢复到这样道的世界 它自然的呈现出来的就是慈悲 大爱 因为他内心很富有 内心很快乐 很安详 很喜悦 所以他不必需要 那么更不需要多余的 不必要的浪费 刺激享受 他不需要 所以他很快乐 而且不会去伤害别人 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要回到 最高等的那种心灵 如果能够教育 能够引导众生回到这个高等的心灵 那这是最省力 而且这个社会会最好治理 社会一定是祥和 这个世界一定和平 没有人会去伤害地球 没有人会去污染环境 不必你去监督 因为每个人都能够 所作所为都会从他的良心出发 道的层次就是回到我们最清净的良心 一个人只要他的良心开发出来 他做什么事情 从良心出发的话 需不需要别人监督 不需要 不需要别人监督 如果失去道心 然后在灵力里面争夺的话 你制定很多的 你不可以倾倒有毒的化学物质 你不可以污染河川 你不可以怎么样 结果法令这样的制定 一般人威力仕途的话 我管你那么多 你看不到 我管政府跟你躲猫猫 你政府官员名额有限 你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就偷偷地排放废弃 还有那个有毒的水 如果人没有从良心出发的话 你再怎么监督 他都有办法 钻法律的漏洞 管不胜管 如果让百姓能够 恢复到这个道 恢复到良心 不必别人监督 他自然地会 凭着良心去做 不该有的 他不会去伤害 会对环境 对水源有污染的 他不会去做 他会有那种责任心 良心出来 所以老子就是希望我们 恢复到那个道 这个社会就会最好治理 社会会很祥和 处处充满了爱心 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 恢复到那个赤子之心 你看 大家对比一下 小孩子的那个脸孔 是不是很纯真 很纯净 有没有 很纯真 很纯净 虽然有时候会有调皮的时候 但是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 我们修行 我们来学习 我们来进化 来成长 要知道 不是越修越行 不是越修我慢越大 越厉害 学了我很强的功夫 我怎么样厉害 不是这样 真正的修行 老子就讲 围到日损 日损就是 把我们那些污垢 逐渐的净化 净化 把我们那些 多余的 余形罪肉 余食罪行 把那些净化掉 那些是多余的累赘 所以叫围到日损 就是把那些多余的 不必要的 你把那净化掉 净化掉 让我们恢复 最清净的心灵 所以多看看 小孩子纯真的脸孔 他们是天使 像一面镜子 在引导我们 回归 恢复我们的良心 小孩子是天使 很多方面 他们都可以 让我们得到启示 所以希望大家 体会 为什么我们要 恢复 恢复不恢目 回归那种赤子之心 就是这样 虽然它肚脐露出来 但是它没有那些 妖魅的行为 它没有那些勾引的行为 它是那么的纯净 纯净的心灵 所以可以让我们 引发出我们 纯净的赤子之心 那这种纯净的心灵 你看 大家看起来都会 很开心 很喜悦 小孩子 来 记得一个原则 小孩子 不会欺骗人 小孩子最初 也不懂得 欺骗 是被 教坏 才学会 欺骗 那在这个过程 小孩子会拉扯 会痛苦的 如果你让一个小孩子 他在没有污染的环境 长大 小孩子不会欺骗人 而且他处处充满的爱心 当他在小的时候 我们教育就让他 在一个单纯正确的观念 充满爱心的环境里面长大 不污染他 那这个小孩子 你看他长大之后 一样会维护一个纯净的心灵 这种纯净的心灵 并不是没有智慧 并不是傻乎乎的 不是 他没有那些狡猾 没有那些四肢变充 但他的心灵 很纯净 很高 这种人 他不会去伤害别人 不会去跟别人勾心斗角 设计陷害 不会 他内心充满的就是 慈悲 爱心 喜悦 所以教育就是要让我们 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让我们能够保持 我们的赤子之心 我们也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拥有赤子之心 不要用我们很世俗的 灵力心 价值观 来让小孩子的心灵受污染 这是教育的本质 真正教育的目的 第一 在明明德 有清净的心灵品质 他后面来跟一切众生服务 他就会慈悲善待一切众生 这就是再亲民 你有清净的心灵品质 然后又发挥这种高等的心灵品质 他不会去跟人家争鸣夺利 那就是慈悲大爱 来为国为民服务 像这样的话 你看 不管他当官或是在什么官位 他都是勤证爱民 爱护百姓 像这样的话 社会就会越来越祥和 越来越温馨 好 这一节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后半还有很精彩的内容 我们大家继续再看下一集 OK 谢谢 谢谢大家